神父 神父啊 為什麼你上星期穿白色衣服 現在又變回綠色衣服呢? 你的觀察力都很強 這個星期又開始常年期 所以我們就穿綠色 不過又不是經常轉顏色 因為神父穿的制胚 是根據禮儀節期來決定 每個禮儀節期都有相應的顏色 我們生命之中有很多重要的時刻 例如生日 我們會特別去記住這些日子 教會都一樣 我們用一年的週期 去慶祝主耶穌全部的奧積 簡單來說就是聖誕節和復活節 那制胚其實有多少種顏色呢? 最常用的制胚顏色呢 就有綠色 紫色 紅色 白色 金色 玫瑰色 和黑色 綠色呢 就是常年期穿的 綠色 表達的就是希望 紫色呢 就會在張臨期和四巡期去穿 因為紫色表達的是 懺悔和寶淑 白色 象徵純潔 喜慶 我們穿白色的日子 亦都可以穿金色 例如聖誕期 復活期 我們就穿這個顏色了 紅色會在聖之主日 聖神降臨節去使用 因為華人喜歡紅色表達喜慶 所以在農曆新年的時候 你都會見到神父穿紅色的製皮 紅色亦都代表鮮血 所以殉道者聖人的日子 就會穿紅色了 亡者尼撒可以穿黑色 不過亡者尼撒都可以穿紫色 或者白色 穿白色的意思就是表達 我們慶祝這個亡者今天復活了 回到主的身邊 哦 所以你這個星期最綠色衫 下個星期都是最綠色衫 That's right